好久没有去商场逛街了 一去就震惊了 现在服装的潮流发展到这个地步了 我真心看不懂 姑娘一定是得了冰火两重天的病 穿裤子都是怕冷又怕热 除了年轻的小姑娘 老大爷在时尚方面也是不甘示弱的 外面下雨我还能理解 可您都到商场里边来了 把伞收一收吧 小伙子 你还是太年轻 以为伞的作用是遮雨吗 不 是好看 为了能让女朋友漂漂亮亮的出门 我亲手给她化妆 我一般是不出手的 一出手就绝对不一般 我只觉得你女朋友不一般 这样都敢出门内心得多强大呀 我们的爱就平淡多了 女朋友困了累了想睡觉了 我就在一旁等她守护着她 直到她睡醒了 我们才会离开 亲爱的 都到楼底下了 你回家睡觉不行吧 看到这些秀恩爱的我就愁 啥都不说了 还是喝两口酒结结愁吧 大哥 你的酒很原生态呢 开车不喝酒 喝酒不开车 大家一定要谨记 否则就会像这位大哥一样 恐怕你自己都不记得是怎么开进去的吧 快来救我呀 我要被这两栋墙给夹死了 开车技术很重要 一辆好的车也非常重要 据说县里面新开了一家一汽大众的4S店 我打算过去看看车了 请问我没有来错地方吧 跟我想象中的4S店不一样啊 在一个车商那里买了这辆车 说是全球越野之王 你说得再好听也没用 先告诉我怎么上车 我要试驾 每天上下车一次 我都累得腰酸胃痛了 还是看我这种两门跑车最舒服 混迹各大车论坛的 我悟出了一个经验 凡是两门的车子都不会太差 大哥 你不知道你这辆车之前是4门的 现在被你改成两门了吗 两车一笔不小的开销来自洗车 幸好我有洗车小帮手 不对 是大帮手 有他我洗车方便多了 可是大哥 搭下扬起来并没有那么方便吧 自从那些车主自己找门路洗车后 我洗车店的生意是越来越不好的 这是我今天接到的第一单 帮小朋友洗玩具车 付款一元还有分期 现在生意太难做了 这点钱还不够我付资来水的费用呢 本小姑奶奶从不担心被人找 当时我身边的人每天战战兢兢 不好好伺候我 你们就等着瞧吧 小姑奶奶 等你长大 我就直接叫你姑奶奶了 大爷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你耳朵上戴着的是最新的苹果蓝牙耳机吗 我知道你为什么用胶布贴住了 因为只有另一只掉了 你才有这样的觉悟 看大爷的表情应该是很心痛了 别跟我提心痛 因为我的心都碎了 海鲜店的老板说螃蟹买一送一 你看这送的是啥 不说清楚我跟你没完 好的东西值得花时间去等待 你要等小螃蟹慢慢长大呀 谢谢大家